汪老师 请您出来一下 张主任 您来得正好 我正跟大家伙传达您的意思呢 没想到 这么快就想通了 闲思习啊你们 林萧然 你这儿站着干吗呢 赶紧回去 上课 你知道她主意有多大吗 你知道她刚刚干了什么吗 您说 她 昨天晚上买了个新的MP3 一大早偷偷溜进我的办公室 想把那个旧的MP3给换回来 林萧然 你这是什么行为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是不是 现在立刻给主任道歉 然后回自己座位上坐着 等我一会儿看怎么收拾你 王老师 不是 你少给我来这套 你知道这是什么兴致吗 一个学生去老师的办公室偷东西 以后篮球队你就不用去了 主 主 主任 你先回去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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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一趟 先走一趟 好嘞 好嘞 等我一会儿等我 我先憋住了 这些客户我累了 求着呢 求着呢 能想吗 MP3的事 换个地方说吧 说吧 什么事 我就 早上 我给你MP3你不要嘛 我就想着拿那个 去把你旧的那个给换回来 你的新MP3多少钱 不是那事 跟钱没关系 那你打不了篮球了 又值多少钱 打不打篮球是我自己的事情 跟你有关系吗 我早上就跟你说过了 你又添什么乱呢 你又添什么乱呢 我早上就跟你说过了 他不重要 你又添什么乱呢 你怎么说话的 你还是人吗 我已经为了你 我打不了篮球了 那你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说话 林湘然 篮球它重不重要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成熟一点吧 ��弹球 你还给你 Hashtun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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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